美卫生部长访台 岛内舆论两极分化 有人鼓吹美台友好 有人指出台湾除了廉价口头支持 并没有捞到任何实质好处 民进党当局是否会被逼开放 进口美国含瘦肉精的猪牛产品 时尚最害美台关系 为何还是疫苗 美台自贸协议什么都没有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民进党投靠美国一场空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美卫生部长阿扎访台 岛内媒体两极分化 绿营受宠若惊 鼓吹所谓的美台友好 蓝色媒体却忧心忡忡 指出台湾除了廉价的口头支持 并没有捞到任何实质好处 疫苗和美台自贸协议什么都没有 民进党当局是否会为签订 自贸协议开放进口美国 含瘦肉精的猪牛产品 史上最嗨美台关系 为什么只是一场空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内案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大学的教授郑有平先生 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 副研究员张华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好 张教授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李红好 郑教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于美国卫生部长 阿扎访台的这场政治大秀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台 岛内媒体两极分化 绿营的媒体和名嘴 受宠若惊般还犯了天 鼓吹所谓美台友好 蓝色媒体却显得忧心忡忡 指出台湾除了表面上 得到美国给的廉价口头支持 并没有捞到任何实质好处 首先 台湾方面想向 美国购买新冠疫苗 美方却对这一迫切需要 只字未提 至于台湾一直热切盼望 签订的美台自贸协议 更是进华水月 被美国贸易代表出面否定 事实无情地戳破了 民进党当局营造的 希望肥皂炮 有台媒分析称 美国为捍卫贸易利益 不排除要求台湾开放 进口美国含瘦肉精的 猪牛产品 作为签订自贸协议的前提条件 阿扎到台湾访问 跟台湾方面是签订了 医疗合作备忘录 这个合作备忘录具体 是用来备忘什么的内容 现在您知不知道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记者会 召开之后 很多人都认为说 在这个记者会上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非常的空 但是美国方面 却对外宣称说 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是真朋友 真进展 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 这场秀 阿扎访台 基本上就是一场政治秀 这个政治大戏 当然蔡英文当局 是全力配合演出 她在台湾的 这几天的行程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基本上充分反映了 这种美国优先的 自私的态度 对于台湾方面 则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这个所谓的备忘录 更是被外界猛烈的批评 因为通篇内容 都是空洞空泛的语言 没有任何实质的条文内容 那么更糟糕的 就是阿扎本人在记者会上 被记者询问说 美国愿不愿意协助台湾 并且提供台湾 这个抗击新冠病毒的疫苗 阿扎基本上 他的答案是说 要优先提供给美国国内使用 美国国内满足之后 然后他再以公平的方式 去分配给国际社会 完全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 这就让台湾的媒体炸了锅了 台湾的医学界 公卫界特别不满意 前疾管局的局长 干脆就公开讲说 台湾现在最迫切需要的 就是这一个疫苗 你如果没的话 那你这一次就是白来了 你根本就不想提供给台湾 任何实质的帮助嘛 那么我们现在看台湾 台湾很恐慌的是什么 如果第二波疫情来袭的话呢 那么从今年的下半年 到明年的二月呢 那这是台湾面临最危险一个阶段 可是台湾自己 根本没有能力生产任何疫苗 现在台湾的公卫界说 全世界大概有六支疫苗 是走在前端的 其中有三支 有可能是美国的 但是现在第一批出来的 最多就一亿到两亿剂的疫苗 先给美国 然后美国最多给协助开发的西方大国 台湾是根本不可能 要轮到台湾 恐怕要等到明年的四月份以后 那个时候药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 可是那时候缓不济及啊 这个疫苗的问题是台湾人最在乎的 你来这边做政治秀 可是你反映的是什么 是你特朗普政府的疫苗民族主义 你们美国把疫苗当作是个政治工具 当作是个筹码 然后想要绑住西方的国家 对于亚太地区的这些朋友们呢 根本就不太在乎 然后呢 你还要在那边做文章 表示你非常支持台湾 尤其是支持蔡英文当局 像这一类的做法呢 我们必须讲啊 相较于习近平主席 在稍早所公开宣布的 中国研发出来的新冠病毒的疫苗 会变成全世界的公共财 这个态度一比较出来 立刻就看出来它这个高下 所以台湾很多人呢 很多舆论 对于美国的卫生部长这次来台 是非常失望的 无论是医疗方面 还是对外关系方面 那美国方面对台湾的帮助 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却跟台湾方面拿了十万只口罩 所以说这一次阿扎访台之后 是不是也会跟台湾方面 要更多的东西 反而对台湾方面 没有任何的支持和帮助 毫无疑问 在美台之间 为什么说 只有说美国索取 不可能说是台湾向美国 要任何东西 这一次就非常清楚 美国人来说 哎呀我支持你 你台湾做得非常好 那然后呢 没有人好了 就是说在美台关系中 美台之间的关系 它是不平衡的 是不平等的 虽然台湾跟我们大陆 天天讲我们要对等关系 但在对美关系上 是标准的主仆关系 美国是主子 台湾是扑来 这一点可以公开讲 是非常清楚的 所有的美台关系当中 是美国向台湾 于取于求 台湾只能高高兴兴的 必须要高高兴兴的 把所有的东西 端给美国来 这是美台关系 一个最常态化的表现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 比较巧好的事件 或者说美国借了 这样一个由头 让阿扎访台 就是因为李登辉 死亡了 因为阿扎访台期间 一个重要的活动 就是去调研李登辉 这是美国方面的盘算 就是拿阿扎访台 作为一个政治事件 来制衡我们中国大陆 对我们中国大陆 打台湾牌 所以说跟医疗 根本一毛钱关系 都没有 只是说 找这样的一个借口和理由 然后找一个 适合这样身份的 美国的不长级的人物 到台湾去 作战了一个政治秀 如果说 跟医疗有关系的话 也有 就是美国目前的是全球新冠疫情的正中 我们知道美国的新冠疫情的人 已经突破500万 死亡人数已经16 7万 美国目前的新冠疫情非常的严重 它自身的能力不足以来应对 国内的它这种新冠疫情 这时候它要向全世界 其他国家和地区来寻求支持和帮助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 虽然不是像它所宣称的那样好 至少台湾方面有很多的这种医疗物资的生产的设备 所以美国这一次派卫生部长访台期间 用我们大陆的话说 到台湾去进行招商引资 这很奇怪 你的一个卫生部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应该是交流医疗卫生方面的一种经验 和合作的一种可能 不是 他到台湾去拉台湾的厂商到美国进行投资起 这也说明了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官员 本身医疗卫生部长应该是专注于美国国内的疫情的防治 他不做这个事情 他跑到台湾去 当什么美国制衡中国大陆的医疗牌 当说美国招商引资的一个代言人 他就在招台湾的医疗方面的工厂到美国去 所以你说跟医疗有关 也有关 就是他招了台湾的很多医疗厂商到美国进行投资去 除了招商引资之外 还传出了说这一次阿扎访台之后 美国方面很可能会向台湾方面出售四架无人机 那么你到底是卫生部长 还是说军事方面的官员 还是说招商引资方面的官员 到底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你不解决医疗问题 反倒是一会儿卖军火了 一会儿又要招商引资了 然后美国疫情那么严重 你作为卫生部长 你不在美国坐镇 到底你们想干什么呢 光看无人机的这个买卖 就凸显出来 特朗普这个人本质上就是个商人 而且专门替军火商在盘算 其实很多人说 这难道是个前金吗 那还要有后屑吗 所以大家在看 这一次美国放出来的消息 说可能卖给台湾四架巨型的无人机 大家就相当忧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仔细看一下 军事专家就说 台湾跟中国大陆海峡之间 也就三百多公里 它现在卖给我们的这一种 巨型的无人机 如果真的能够买到的话 它的试用场合 是在大型的战场里面 像台湾海峡 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 这根本就是没有用武之地 第二个呢 很重要的 就是这一型武器 它真正的功能 当然就是帮助美国去侦查 监视 搜索在中国大陆内地的 比较深入内地的一些目标 那么甚至于呢 在必要的状况之下 如果在美国允许的条件之下 它可以装上武器 进行渗透跟攻击 这一来就显示出来 美国今天卖给台湾的 这一型无人机 它有特殊用意的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们现在等于是 自己付高价 去买这一个 对台湾来讲 没有什么意义的无人机 但是变成了美国的看门狗 帮美国去征收 中国大陆的一些讯息 这叫做典型的 台湾花钱买单 美国呢去收获所有的好处 结果台湾可能还得要承担 所有的风险 这样子的买卖 当然对台湾是绝对不利的 所以很多人就质疑说 这两天又出现一个最新信息 台湾驻美的新任代表 萧美琴 参加美国一个智库的 这个讨论会 公开宣称说 台湾为了发展不对称战力 现在已经跟美国在恰商当中 希望能够在未来两三年里面 买到最新的叫做陆基的 暗防巡弋飞弹系统 还有智慧型水雷 像这样子的风声放出来 大家就觉得说 美国根本就是做政治秀的同时 还要借机来收保护费 实在让人觉得相当的不堪 你要去看他的动机 很简单 政治上对美国来讲 打台湾牌成本最低 效益最大 他根本就是单纯的口水 但是可以收获不少的政治利益 但是在这个同时呢 他还要在私底下质疑说 我们帮助台湾 保护台湾 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这可是特朗普在白宫战情事里面 自己讲出来的话 就表示说特朗普在看台湾的时候 他就在想说 从台湾身上到底还能炸出什么样的好处 现在一般的政治分析 都会提醒大家说 特朗普现在选情这么差 在最后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呢 他可能祭出各种险招 大家要防的是十月旌旗 这十月旌旗里面 其中有一个就可能是打台台湾牌 造成台海危机 这样子一来 对特朗普的选情当然会有帮助 可是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 台湾舆论也非常忧虑的 就是如果这种错误的讯息 传递到台湾来 鼓动了岛内的分离势力跟台独分子 让他们觉得说 美国是跟我们台独站在一起的 就会让他们采取更冒进的动作 那么这一来就造成台海之间 根本没有必要的对立 甚至于紧张的情势 然后呢 台湾的一些绿色的网民 或者是绿营的基本盘呢 其实是相当封闭的 他们不在乎国际情势如何 他们不去看国际政治的现实 他们就在自己内部同温层 先一户取暖 但是这种香味取暖的 这种封闭心态 义和团心态 正是造成台海之间 未来兵凶危险的最可能因素 有媒体分析 美国为捍卫贸易利益 不排除利用民进党当局 摆脱所谓国际孤立状态的心理 要求台湾开放进口 美国韩寿肉筋的猪牛产品 作为签订自贸协议的前提裁件 民进党当局是否会为台独妄念 以牺牲台湾民众健康安全为代价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那么如果说民进党当局 跟美国方面联系得这么紧密 也想借美国对它的利用 来捞取政治资本的话 那么对于进口美猪美牛 民进党当局会不会放开 也就是说会不会妥协 含瘦入金的美猪美牛 那对台湾民众的身体健康 肯定是有很大冲击的 实际上含有瘦入金的美牛 已经导致到台湾岛内了 马亦九这种时期已经开放了 只不过它是说标准比较严而已 现在美国要求台湾的是说 完全放开 是美国的牛肉 猪肉也要放开 是美国对台湾民的要求 说你不放开美国人的猪肉和牛肉 进口到台湾 美国就不跟你谈TIFA 就是美财贸易及狂战投资协议 这是19上世纪 就双方之间建立的一个经贸沟通的管道 TIFA跟现在的FTA 自由贸易协议还是两码事 TIFA是比较低层级的 FTA是更高层级的 就是说你不签 你不开放美国的牛肉和猪肉到台湾 我连TIFA都不给你开 更何况现在是高层级的FTA 就是完全没有可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在阿扎访台的时候 台湾当中的媒体就问阿扎说 你觉得我们双方有没有可能签订FTA 阿扎是一个卫生部长 台湾的媒体去问这个卫生部长说 会不会签订这样一个FTA 阿扎当然是 没有话可说 阿扎没有话说 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讲话了 他说绝对不可能 就美国绝对不可能跟台湾签订FTA 但是台湾方面一直很积极 刚才我们提到了说 萧美琴已经作为驻美代表 他说他所要的任务 就是要签订美台FTA 这一次蔡英文跟美国的智库 进行视频对话演讲 也提出了说 台湾优先的事项 是要跟美国签署 经贸方面的协议 台湾方面一直很积极 可是我们知道 蔡英文民进党 他的支持群体是中下阶层 是农与民 是我们传统的一种分析的观点 而美国的猪肉和牛肉 进口到台湾之后 首要冲击的就是农民 就是养猪的 养牛的这个农户 而这些群体正好是民进党 蔡英文的支持者 所以很多分析说 民进党即使就是为了 他的选票 应该不至于说 开放美国的猪肉和牛肉进口 所以蔡英文的这种 所谓的表态 争取前进FTA 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的表态 因为他不开放猪肉牛肉 进口到台湾 那美国就不跟他签 那他会开放吗 他又不会开放 即使开放了 美国就跟他签了吗 美国会不会是只是 用这样的一个由头 想要把美中美牛 卖到台湾去 即使是进了台湾之后 也不一定跟台湾方面签订 首先我们先看 他会不会签 会不会开放 现在的分析是说他不会 但我个人的观点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你如果仔细地分析台湾岛内的农户 尤其是养猪的农民和养牛的农民 数量群体并不如外界估得那么大 如果我们以台湾农业部门的数据来看的话 养猪户大概也就是五六千家 而五六千家像是逐年下降的一个趋势 有一年 他比头一年的下降比例也达到了20% 说明这个群体在慢慢地变小 所以蔡英文可以不在乎 第二点 现在这些农民民 他们支持谁 不一定支持你民进党 我们知道 现在台湾岛内的政治格局 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了 这些农民民 他现在是支持韩国瑜 韩国瑜是中下节省的代表 你民进党已经富华变质了 他这些人不一定支持你民进党 所以蔡英文还真有可能 为了所谓的美台FTA 说我开放 你美国猪肉牛肉进口 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那么这样非常不对等的一种交往 不会让台湾方面耗空吗 不会影响台湾方面的发展吗 台湾这几年来 其实对于美国 施加在台湾的各种压力 大家都是寒天饮冰水 真的是点滴在心头 当然你执政当局 为了要亲近美国 希望拉着美国的力量 来抗拒中国大陆 所以你进行各种的政治操作 然后你在媒体上不断地灌输民众 认为说这个美国就是全力挺台湾的 但是从实质的角度来看 台湾人也不是笨蛋 台湾人看美国很清楚地知道说 特朗普你现在是为了你的连任的利益 你根本就是在炒作 打台湾牌 然后呢 你想要刺激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跟你形成更紧张的态势之后呢 你就可以有助于自己的选情 但与此同时呢 你对台湾当局可以说是予取予求 简直把台湾当作美国的附庸 这一点在台湾内部是很多人不以为然的 我这个讲法不是空穴来风 绝对不是凭空讲的 8月11到8月12 台湾做了一项民意调查 这个民意调查问了一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 请问您认为美国支持台湾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结果出来了 61.5%的台湾民众认为说 美国支持台湾是为了要反制中国大陆 只有14.3%的台湾民众说 哎呀美国是为了保护台湾 那除此之外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范绿的选民 也就是从党派属性来分析 这个民意调查的话呢 范绿的选民里面有67.2% 觉得说美国不是为了保护台湾 他是为了自己要反制中国大陆 只有15.8%的绿营选民说 美国人是要来保护我们台湾人的 各位台湾人多么聪明 多么清楚美国这笔账啊 其实在这个里面 我们过去认为说 天然独世代一定是脑筋不清楚吗 错了 72.4%的20到29岁台湾年轻人说 两岸关系啊 应该要继续加强交流啊 大家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了 换言之 这个数目是提醒了我们 台湾人在今天中美两大国博弈的状况之下 大家都不愿意变成是那一个被牺牲的棋子 或者是竹子 美国在台协会前驻台北处长包道格 这两天说了一个大实话 他说其实美中之间还有很多的默契 还是有很多的交流 美国会尊重旧的原来的中美互动的框架 而在这个框架之下 才去设法进入中国大陆 所以他说你看 美国绝对不会派国务卿 国防部长这样子的重要官员来台湾 来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会首长 换言之 美国还是很清楚知道 中美之间的那个底线在哪里的 所以台湾在这样子空耗下去 到最后只是造成内部的自我撕裂 社会的对立 对台湾一点好处都没有 更不要讲台湾的经济会因此而原地踏步 而与此同时 台湾的经贸对大陆的依存度 是不断地在增加 所以很多人就批评蔡英文 你到这个时候还想搞经贸脱钩 那你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我们记得在日据时期 就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 在台湾乱砍乱伐 拉走了很多木头 日本现在的晋国神社就是阿里山的神木建的 所以说你是中国人 你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美国人 他们是不会设身处地地站在你的角度 去替你思考 替你的繁荣思考 替你的后代思考 替你的未来思考 他们只是想着能够在你这儿获取到什么样的利益 美国现在跟台湾之间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所以说我们看到也有媒体人说 现在美台关系是最嗨的关系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嗨字 这应该很讽刺吧 实际上不仅蔡英文 台湾岛内的每一个领导人当政的时候 都会讲说 我执政的时候是史上台北关系最好的时候 陈志扁这么讲 马恩就这么讲 到蔡英文现在也这么讲 他讲他这个执政时期是台北关系最好的 为什么这么讲 刚才你讲的特别好 因为对他执政者有利 因为他在岛内经济搞不好 两岸关系搞不好的时候 他需要政绩 政绩怎么办呢 给美国一点钱 给美国一点物资 美国会对他什么口头上的表扬和肯定 所以至少媒体上呈现的效果是 所谓的美台关系是良好的 他就有政绩了 有政绩就可以糊弄岛内的老百姓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更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就是台湾等人的老百姓吃这一套 刚才郑教授讲了一个民调 说这个等人的民众非常清晰地认识到 说美台关系之间是不平等的 美国之所以利用台湾 是为了制衡我们中国大陆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台湾等人的民众 普遍的亲美形态特别严重 他们认为最喜欢的国家和地区是美国 是日本不是我们中国大陆 正是因为台湾等人的民意 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所以等人的政客才可以利用这种民意 这也是我们非常不乐见的一种情况 那确实也是现实 那所谓的说 目前蔡英文这种期间 什么台美关系最好 是最好吗 当然不是 随便举几个例子 他说你看台美的高层护访非常多 阿长访台了 台湾的这个 他的安全部门的这个负责人 也曾经到美国这个 他官署里面进行会面 并且是贴到网站上 你看美台之间的官员 护访非常地频繁 是这样吗 很多这些事情以前也有 只不过是私底下而已 美国部长级官员访台 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 再往前赶的就更多了 就是说所谓的美台关系的提升 只不过是表象化的 效忠性的事情更多而已 所谓的美台之间的关系最好 就是不断地给美国送钱 让美国在台湾捞好处 这就是所谓的美台关系最好 所以从历史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美台关系 从来就没有好过 都是美国在台湾 捞去资本捞去筹码 而台湾方面 从来没有在美国方面 获得任何的好处 那么对台湾社会 作为执政者 应该为台湾社会做些什么呢 应该为台湾的民众做些什么呢 应不应该用台湾民众的钱 用台湾社会的经济资本 去给美国交保护费呢 反而美国拿了钱 又不为台湾办事 这是什么样的好关系呢 这是最坏的关系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 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